Hello大家好 相机不重样 就看Jason Yang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 这台是Bestseller Topcon Auto 100 这台也是一个美国公司 但是也是日本产的一个相机 这个Bestseller 它其实是一个美国专门做进口的一个公司 然后它比较有名的呢 就是它的一个放大机系列 几乎在美国在当年 差不多市场战略是非常非常高的 另外一个品牌就是Omega 就是我们上一期介绍的那一台 Koni Omega 然后Topcon呢 可能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 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光学厂吧 反正他们就是在19五几年那个时候 他们在日本还是很鼎盛 然后他们的镜头呢 特别是它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镜头 是一个58 1.4的一个镜头 那镜头现在还是蛮火的 然后弗伦达在最近几年呢 也复刻过那个镜头 反正就是Topcon这公司呢 也是蛮有名的 然后这两个公司一合并呢 就造出来这样一台当年的PS机 他们为什么是当年的PS机呢 因为这个相机在19五几年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Auto功能 就是当年的人就是怎么说 他们就是还是比较把这个拍照 是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道具 或者工具吧 所以大部分照相机呢 大部分都是手动曝光 手动控制光圈啊 快门速度啊 然后接闪光灯啊什么的 所以当年他们这个设计的 多半是给那些 就是需要拿它去维生 需要拿它做工作的人 但是这个相机的出现呢 其实是主要是给像我们这种的普通人 就是可能只是为了记录生活 然后不需要去考虑这么多光圈快门 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当年 而且它是个竞见快门 所以它就造就了这样一批 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竞见快门 配单反的一个35毫米相机 虽然这种相机的配组合 在当今已经几乎见不到 因为当因为大部分的相机因为为了连拍速度啊 或者是为了就是可能光圈造的更大 各种各种原因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已经被摒弃不用了 但是在五几年那个时候呢 还是蛮蛮蛮火的 然后不光有这个Topcon造了这样一台 可以自动曝光的相机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厂 不知道大家听有没有听过 它叫KOA也是一个日本的厂 现在也倒闭了 然后它也造了一台 跟这个非常相似的 都是竞见快门 然后单反结构的一个相机 反正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一台吧 就是说在五几年那个年代 这款相机还是蛮火的 而且它将年的价格还蛮贵的 像五几年的时候 它这样一击一净 还要卖到150多美金 现在可能几十美金就能买到了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实在在变迁吧 就很多好的东西呢 它就是会价值越来越高 但是不好的东西或者是 怎么说呢 就是被没有很多人喜欢的东西 它就价值越来越低 就是这个相机就几乎就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做这个相机 但是为什么买了 因为就是当年 也不是当年 就前几个月的话 当时因为可能在做挑战 然后最好看到这个相机 因为我在时候 我还莫名的喜欢黑颜色的相机 然后这一台呢 是那种黑色录筒的相机 然后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反正就是它是可以录筒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你看莱卡买一个黑色录筒的多少钱 这个才几十美金就能买到个黑色录筒 还带镜头的相机 简直就超级 然后反正就拿到手 最近正好不是也空 然后就拿着用了一卷辅马100 然后试拍了一组 然后就大致聊一聊 这个相机的感受和体验吧 总而来说 这个相机还是蛮方便使用的 而且它是带测光的 所以就比较傻瓜 确实能做到point shoot 缺点呢 就是说它这个电池 是确实也就比较老的 那种电池 所以你自己 我的方法就是拿LR44 然后配一个锡纸 然后就可以用了 但是准不准呢 就是你还是需要用你的手机去调整 然后它调这个蛮有意思的 它这里有几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个什么2啊3.5啊4 这个是干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相机 因为它是带测光的嘛 但是它那个时候 它不知道这个镜头的光圈是多少 所以当你在设置ISO的时候呢 你要是根据这个镜头来设置 比如说这个镜头是53毫米F2镜头 所以当你设ISO的时候呢 你的ISO要对准这个2的数值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准确了 反正但是对我们来说 因为当你用手机测光 然后你就自己慢慢调 也不用在意这个镜头的光圈 就找到一个跟你的手机数值一样的 这个ISO就行了 然后快门速度呢 这个跟大家都一样 就是直接转这个最下面那个环 然后它有B门到五百分之一秒 就是非常普通的这种镜头快门 然后光圈呢 它就是有从2到F22 然后还有个Auto 这个Auto功能还是蛮好用的 然后你在这个取景器里呢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它会有一个从2到22这样一个数值 然后有个指针会告诉你现在测出来的这个光线是多少 因为这个相机它是怎么说呢 是没有开关键 也就是说只要你把电池装进去 它就是持续测光 如果你为了省电呢 你可能可以加个镜头盖 这样的话可能会省电一点 但是这种测光呢 其实也不会浪费很多电池 因为反正就是说你的光线越强呢 你的电池就耗得越快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镜头 这个相机都是带皮套的嘛 所以当年人都是带皮套的 然后我就要说一说 这个相机和别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这个点是在这里 它的快门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了篇 然后我们不调Auto 没带每张电池 然后我们就随便F2吧 F2 然后我们就按一下 然后就发现它是这样按快门的 这个按快门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我现在觉得这个坏处是大于好处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拍的照片 有很多张都是歪了一点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还在想为什么会歪 我就还怀疑是我的底片装的不好 后来我发现 所有歪的角度就都是这个角度歪的 然后我就想明白了 就很有可能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形成比较长嘛 就是当我够好图之后 我按的时候 这个没有按下去 然后为了使劲再往下按的时候 可能就稍稍的移动了一点 导致的这个照片有点倾斜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设计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可能也有其他原因在里面 但是反正我觉得这个设计 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相机的缺点呢 就是通病嘛 就是它当年因为有这个测光系统在嘛 所以它这个取景器的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就大部分买在相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取景器呢 会有一些脱落那个反光层 这个就蛮讨厌啊 因为你这个相机有几十美金 如果你要去换一个五轮镜的 或者镀一层银上去的话 这个成本就更高了 所以最好就买的时候 你就看一看 或者问卖家看看 它这个里面的镀银层有没有 就至少就是你能看清楚 这个反光出来的成像嘛 然后最后呢就说一说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吧 镜头它其实我刚刚也说了 它有三四种不同的镜头 从广角啊中焦啊到长焦都有 但是我也只用过这一个标准镜头 所以就简单聊一下吧 这个镜头怎么说呢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你几十美金的镜头 我觉得是没有几十美金的美能达那些镜头好 缺点就是它的 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胶外啊 虚化是非常的糟糕啊 就是非常感觉非常凌乱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那种啊 雾化开来啊 就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就是当你就是拍一个光圈全开 大光圈拍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主体和背景的分离 不是那么清楚吧 就你很容易 很容易被这种杂乱的背景啊去干扰啊 反正我觉得这就是这个镜头缺点嘛 但是优点呢就是确实很便宜 然后锐度呢也OK啊 就是就这样吧 反正毕竟几十美金 你也不能要是太高嘛 反正主要就是它这个颜值还是不错 样子也蛮好看的 而且又是渐渐快嘛 所以你拍闪光灯的影像呢 是会非常方便的 而且它这里还有这个三种不一样的这种闪光嘛 就是比如说啊 M就是那种接大灯泡的 然后X呢就是那种现在的这种标准闪光灯 然后V呢就是一个自排机啊 反正就是大致的功能都有了啊 但是确实呢也不是那么好用 反正买来就是为了装饰装饰作用嘛 但是确实也试过也拍了一卷啊 也就死心了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买二手相机呢 怎么说呢就是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吧 就是为什么有的相机贵有相机便宜啊 里面确实有很多原因和道理吧 就是有一些可能确实品牌加持啊 比如像莱卡这种啊 确实有很多意见 但是大部分的相机其实一甲是没有那么高的 就是贵的相机肯定是比好啊 差的相机就便宜相机要好的啊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